如果要执行这个程式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从那个聚集里面的这边有个执行 它就会run了 OK,那这边其实点选就可以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程式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按编辑 按下串切里面的编辑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跳出这个visual basic的程式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sub sub到end sub 那这一段实际上就是我们写的程式 那理论上中间应该会帮我们把 刚刚那三个动作记录下来 转成所谓的VBA的语法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再把这里面加上一些注解 一般习惯的话 会加上单以号开头 就是注解的开头 第一个动作 就游标放在一二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写出这一行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写VBA的话 其实就写这样 它就游标放在 那当然你可以改成别的储存格 那第二个的话就输入公式 输入公式的话就下面这一行 有没有 目前Active的储存格 Sale 它后面Formula就公式 那公式就后面这一串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自动填满 自动填满的话就是利用那个 这边有一个语法叫Auto Fill 有没有 自动填满 所以以后这些东西 假如说你要朝VBA去迈进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你就可以先学会如何录制聚集 那我是建议啦 你一边录 最好是一边可以把那个注解打上去 注解的话后面1 后面1 后面自己打一下 2 3 那就三个动作 你就可以知道以后我要做什么动作 假如程式不会写的话 没关系 来这边查一下 然后再拼拼拼装 比如说一个拼一个 一个拼一个 那其实就可以把我们一个很复杂的程式 全部都把它拼凑出来 不过当然是需要一点时间 再彻底了解 那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大概就跟各位说一下 大家会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了解之后的话 剩下就是说 我要把刚刚这两个聚集 那实际上就是两个sub 然后把它变成两个按钮 那怎么变按钮 特别注意哦 我在这个空白处 如果加按钮的话 那刚刚有提到 请你在插入这个表单控制项底下会有一个按钮 那按钮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有点像小画家 小画家的话呢就是有点像画那个长条图 或者是说画矩形 十字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然后放开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 你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要执行哪一个聚集 那我们就执行串接好了 并且把串接两个字把它复制一下 好我想要复制呢 选它复制 确定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显示出来的按钮名称 它没有那么贴心 自己帮你把sub名称加上去 所以我习惯会把这个按钮名称呢 再把它贴上去 这样就OK 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清除 所以在这边呢 再加一个按钮 一样呢 在右下在这边空白处 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然后放开 直到清除 并且呢 把清除两个字复制之后 再贴到这个按钮2的上面 OK贴上 好这样就OK了 OK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run一下 清除 它就run了 串接 这样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两个具体 再变成两个按钮 其实就很方便啦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你有很多按钮的话 那每个按钮就代表一个功能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在做什么 按这做什么 那每一个其实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你就不需要说 每个事情就要重新再做过一遍 尤其是相对非常冗长的公式 那这样很麻烦啦 所以其实把它录下来之后 那很多事情 相对就一劳永逸了 不过 录制聚集 其实当然你要做得很复杂 倒也不太容易啦 所以通常呢 还是会跟 所谓的VBA做结合 所以VBA要怎么结合啊 其实选它编辑 它会自动把VGeoBasic里面的模组打开 告诉你说哦 你的这一段程式在这边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针对 这一支Sub 做一些程式上的微调 OK 看你要再增加什么功能啦 反正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可以再增加一些程式上去的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做完之后 那这个范例呢 原则上就先到这边先打住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请各位再帮我开启 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叫151的截取瓜糊字串的这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的话 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大家把它放大一下 第一个的话 A栏的资料把它放到B栏 那放什么资料 放瓜糊里面的资料 虽然这边这边已经有答案了 你把它delete掉 OK 把B2到B10 选取之后delete掉 那其实我们的需求是 希望把A栏里面如果有 这个瓜糊的资料 帮我把这个资料 把它复制一份到B栏 OK 也就是只有瓜糊 其他不要 那当然这有个问题 有些有瓜糊 有些没瓜糊 那有一些资料的话 就是 瓜糊的里面的字长度又不一 所以其实比较麻烦一点 那我要怎样可以把资料切割 当然不是叫你土法炼钢 不过你可以分析 其实这边的话 可以用到第一个函数 可以想见的 当然你可以用MID MID是绝对会需要的 MID 有没有用文字类里面的函数 那MID的话当然 如果以这个来看 这个资料在这边A3 我们以B3当成是练习 因为在B2里面没有瓜糊 这个A2里面是要没有瓜糊 练习其实没感觉 那这里的话 当然STAR NUMBER STAR NUMBER在第几个字 1234 所以那你可以输入4 那几个字 5个字 可是问题 这个4 跟这个5 你都按确定 它会帮你把它切 可是问题你不可能每一个 每一个出生歌 都重新输入它的公式 所以你应该想一个办法 能够把这个4跟这个5 能够根据它现在上面 所看到的资料 自动去得到4跟5 可是怎么刚好得到4这个数字 4这个数字怎么来 会比较简单 当然的话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其实有一些依据 刮斧嘛 所以只要找到刮斧的位置 那刮斧位置刚好在第三个 把它加1不就好了 就得到4 那总共几个字的话 我可以把后刮斧的位置 扣掉前刮斧的位置 然后呢扣完之后会多一个字 为什么多一个字 其实应该后刮斧位置应该扣 第一个字才对 可是我们如果将来 在找到位置的时候 我们会找到前刮斧 所以把前刮斧位置扣掉 再多减一个位置 那当然就会得到几个字 那如果这两个讯息能够得到的话 按确定 向下填满 那就自动帮我把刮斧里面的资料 通通都抓取回来了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请各位想想看 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它里面没有刮斧 没有刮斧的话呢 那可能会发生错误 什么错误 就是value上 就是说呢 它会出现紧字号开头 那怎么样把它过滤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练习看看 151 会需要用到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mid 这个无庸置疑 第二个函数的话可以用find 第三个的话用ifl 然后这三个函数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 我们待会就是再练习一下 如何把这个动作录制成聚集 那一样呢 也许最后呢 我希望在这边增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去就是什么 截取刮斧自串 就把资料帮我取过来 那一个的话呢 就恢复成原来状态就清除 所以也许再增加两个按钮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练习看看 OK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我把它暂停分享一下 OK 试一下 嗯 谢谢大家